三个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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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讲俗的话语的时候 讲人的话给你听好不好 来故事给你听啊 在很久之前有三个兄弟 这三个兄弟的名很特别啊 一个叫李茂 跟他说李茂 李茂 一个叫麻烦 麻烦 第三个叫不说 不说 有一天呢 有一天呢 麻烦被人绑掉了 麻烦被人绑掉了 然后呢 不说就很紧张的 跑到警察局去报警 那警察就挣了钱 前方 在他写着 不说就在警察的面前呢 做的是我要报案 警察第一次发出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他就说不说 警察爸爸都抬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不说 警察就开始有点生气了 你是不是来找麻烦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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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 警察在问他 你的礼貌在哪里 都在家 是 打开圣经 读家福音 第十二章 十三件到十五件 读家福音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三件到第十五件 我讲了一系列的成功系列 今天是最后一堂 我一直在讲那几个题目 就是祷告你需要 成功你需要祷告 成功需要走在上个字里面 成功需要什么 需要在于你的生命 今天我要告诉你 什么成功 我讲了那么多成功 你们认识成功吗 什么叫成功 什么叫成功 成功什么 赚多少才算成功 很多赚了很多的人 很多人赚了很多 过金还在赚着 他不觉得他自己成功 对不对 到底成功什么 成功是一个目标吗 难道你达到多元的目标 才算成功呢 成功什么 成功是一个数目吗 到底你的银行存多少钱 才叫成功 成功是什么 心灵图有 成功是什么 六姐妹 其实我要告诉你 成功就在今天 今天 如果你真的明白了 你今天就成功 如果你不明白 你一生的都找不到成功 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教导成功 耶稣怎么说 来看圣经 路加坡经这十二章十三界到十五界 看圣经 十三界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夫子 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说 你这个人随力你们做 随力我做你们的贯事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第六道道 主耶稣我求主你开我丢起你的眼睛 圣经一直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心里面明白过来 让我们知道 在你的里面 真的领受那种自主 或者义你生命得到这个程度 感谢赵人以荣耀为你奉主耶稣 基督得神明求 阿们 在福安经文记载里面 有一个人去找耶稣做一件事情 他说你为我判断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国和我哥哥抢家产 然后耶稣就看着他们的时候就很无奈 就告诉他 谁叫你来成为你的判施官 你为什么为了家产的事情来吵闹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应该免去你的伤害 因为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那各位姐妹 耶稣在教导一件事情 他不是说你不可以有钱 他也不是说你不可以赚钱 他在告诉你 你要寻找对的东西就成功 不然的话你一生就落在黑暗里面 那什么是成功 各位姐妹 其实成功是什么 成功呢 是今天你认识最重要的什么 大家说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看圣经 耶稣接下来就讲一个故事 讲一个比喻 我们看十六节 十六节这里说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 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是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怎么办 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要安安依依的吃喝完了吧 神对他说 注意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 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自己祭财了 在神的面前 皆却不丰富 也是这样 那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就告诉这个人说 你为什么为了钱财的事情 来吵闹 来争吵 那今天如果你明白说 你的生命灵魂 比你的财产更重要 你就不会这样子了 所以耶稣就这样子 跟他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很富有 然后呢 他的东西了 他的产业没有地方 没有地方装了 他就想拆掉他的仓房 另盖更大的 然后好让他所有的产业 都可以藏在里面 他就可以享受人生 享受他的灵魂 然后耶稣在最后架插一句话 如果今天神要你的命 你所有的要给谁呢 兄姐妹 你有思想过这个问题啊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今天好多人失败 很多人黑暗 很多人落在试探当中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在看不到这一点 找错的东西 今天我要告诉你 你要成功吗 其实成功不是一个目标 成功也不是一个数目 成功也不是一个目的 成功是一个思想 Mentality 大家说思想 思想 你明白了 今天你就成功了 不需要有太多 也不在意你有多少 各位姐妹 什么成功 大家说 Sanami Sanami 是第一金钱 当你明白 你今天最重要的是生命 不是金钱 我告诉你 不论你有多少 你有太多的好 你都是一个成功的人 Amen 看这个人 你认识这个人吗 这个人叫Robert Toyu Kiyosaki 他是一个在Hawaii出生的美国日裔 美国日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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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人为什么出名呢 他写了第一本书 穷爸爸和副爸爸 一日成名 一天他的书一出网 他竟然销售了一百万本 那为什么他这么出名呢 其实他用的东西是圣经讲的 那各位姐妹 这个人是以企业的角度 来谈一些人生的问题 那各位姐妹 他是一个创造 那个Cashflow Game的创办人 然后这个人呢 后来也没有赚钱 去做一个老师 原因在哪里呢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找到成功的路 三十岁你就可以退休了 然后呢 他讲了这一般话 整个本书的整个整个思想 都在这两句话里面 我们使用能力 我们不被能力使用 我们是金钱的主人 不是金钱的奴隶 什么是金钱的主人 今天主人就是我用金钱 我不会被他捆绑 什么是金钱的奴隶呢 我不会用金钱 我被金钱捆绑 你明白吗 今天如果你的生命里面 单追求 但追求金钱 你是金钱的努力 你的生命里面 如果懂得用你的钱 就觉得你是金钱的主人 今天耶稣在讲什么 耶稣在讲 你的生命比你的金钱重要 你要追求的是你的生命 你要享受的是你的生命 你要感恩的是你的生命 你要满足的是你的生命 而不是金钱 因为你不能满足金钱 那各位姐妹 今天你追求的是什么 很多人赢着钱分裂 很多人赢着钱失去的生命 失去的关系 失去的家庭 何苦呢 那各位姐妹 因为真正你要享受的 你要明白的 是你的生命 而不是你有多少 今天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剩下几个钟头 你会做什么 你会赚钱吗 你会去数算你的银钢 想有多少的数目呢 你会算钱吗 你会花钱 你现在那个银钢 你会做什么 你想想看 你要的什么 想想看 但是今天呢 我们却本末导致 去追求那一些 可以坏的 去追求那一些 不适合重要 而放弃最重要的 今天我要告诉你 听懂姐妹 耶稣其实在教导 不是你不应该有钱 不应该赚钱 不应该存钱 耶稣在教导你 享受一个成功的人生 不被挟支 自由的享受生命的人生 在亚加耶加大 在一个耶加大 有一个人很穷 一生都很穷 穷到连鞋子里面都买 后来这个人呢 就存钱 存到半时啊 就有了钱 就促成了 在甘工里面促成了 就买了 地霜 皮鞋 有基金柜啊 而且他用了好久的时间 去存这笔钱 来买这双鞋 当然买了这段钱 穿在脚上 脚上就很得意啊 不肿着肿着 他又担心了 他看到地上那么肮脏 又怕弄脏的鞋 他又拖掉他的鞋 又再没有穿鞋走路 拿着他的鞋 拿着他新鞋走路 拖着鞋走路 那这个人呢 要回去 就要上火车 他火车回去那地方 哪里是到那时候 下雨啊 所以在懵懵懵懵懵 这样子很紧张的情况 很紧闭的情况 一上车的时候 他一片鞋掉下来 就跑去那个火车下面 那火车又要走了哦 他又不够高啊 他整个人蹲下去 一直要拿 一直要抓 又抓不到他鞋 他一直要抓不到 结果呢 他在情急之下呢 他就是跳下那个火车 他在跳的时候 火车就走了 所以因为地上滑 他一摔就跌倒了 整个角度 插进去那个轮子里面 火车轮里面 他一摔就跌倒了 就被斩断了 然后这个人进医院 跑的时候呢 他拿着拐杖 扫了一只脚 很奇怪的 当他出院的时候 那个那小护士 就把他身上所有东西 还给他 原来有人 把他那一只掉下的鞋 都示完给他 所以他看着他一双鞋 在看着他的一只脚的时候 他心里突然间产生一个无奈 现在我有一双鞋 但是我有一只脚 怎么穿的 你明白这个故事吗 什么最重要 鞋重要 还是脚重要 耶稣就是教导了一个真理 今天我们应该享受什么 享受你有那口气 享受你还活着健康 享受你还在 享受你身体的状况 享受你身边的人 这个B 你的目标 你的数额重要 如果你明白 今天你成功了 是不是 你天天活在成功当中 我们有看到很多 很有钱的人喜乐 对不对 我们也看到很多 没有钱的人也很喜乐 我们看到很多 有钱的人不喜乐 我们也看到 没有钱的人不喜乐 真正的成功在哪里 不是钱 不是交道丰富 而是那一个人的思想 Mentality 今天如果你决定说 你享受你的生命 那弟兄姐妹 今天就成功了 你有块钱在身上 你吃那块钱的饭 你很喜乐的在吃 你成功了 你成功了 你心里面满足了 所以今天你应该做了什么 应该做是满足你的生命 享受你的生命 享受你的生命 感恩你的生命 大家说满足你的生命 满足你的生命 享受你的生命 享受你的生命 感恩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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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成功 感谢主 第二你要怎么成功呢 那今天你就 你要思想 你要明白 今天最该想的是什么 大家说最该想的是什么 最该想的是什么 那今天想什么 你想的发达 你想成就 你想辉煌 你想出名 对不对 那今天你该想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 接下来耶稣在十二章二十二 到三十节这里说 耶稣律对门徒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 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你想乌鸦也不种 也不收 又没有仓 又没有库 神尚且养货他们 他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 你们哪一个能用施力 使兽数多加一克呢 这最小的事情 你们尚且不能做 为什么还优利其一的事呢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他们也不劳苦 也不防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继荣华时候 他所穿戴的 也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心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屋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这是外观人所求的 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 最后一句怎么讲 你们的父 感谢主 你们的父 感谢主 你们的父 你们所想要的东西 天父已经知道了 而且他 是愿意赐福给你的 他爱你的 他会将不好的东西给你的 他必定供应你 他连他自己的命都可以给你的 自己的血都可以为你所流 自己的儿子都可以为你牺牲的 还有什么他不能给你 所以他叫你不要忧虑这一些 这一些外在 这一些所谓事件 人在哪里呢 他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真正开想的是意义 故事故事 大家说意义 意义 故事故事 故事故事 看 原本书叫人生下滥场 The Second Heart of Your Life 什么是人生下滥场的上半场 一个人的人 育人生命 从零岁到七十岁 圣经所说的 七十岁 但是我不知道 我们可以活到七十岁吧 我们大概以七十岁来计算 零岁到三十三岁呢 叫人生的上半场 人生喔 所以在人生的上半场 请你记住一下 哇 记好啊 阿家你还有啊 哇 感谢主啊 欸 你还有啊 感谢主啊 你还有啊 不过差不多要到了 从四十岁 四十三岁开始 叫人生的下滥场 到七十岁 这个四十三岁开始 叫做倒数啦 四十岁的倒数 圣经的诗篇九十年 第十二节 那边摩西路讲一句话 求主赐我智慧 能够数算我的年日 那对方姐妹 人生的下半场里面 如果你进入四十三岁 你是等于是下半场 来看看 四十三岁到七十岁 你到底剩多少年啊 七十减到四十三 你是现在二十七年 其实二十七年啊 你可以用的地方 可以用的时间 不是二十七啊 那空掉你三分之一 睡觉的时间 你睡不需要睡觉的 需要啦 你应该是人啦 我也是啦 OK 三分之一的时间 你在睡觉啊 OK 然后 休息洗调的时间 大便小便啊 这些时间啊 你都要空到四点零五年啊 不包括你塞车啊 不包括你在那边发呆 包括你跟老婆相骂 不包括这些啊 你都要空到四点零五年啊 所以啊 真正可用的时间 只剩下三年 零五年而已 是三零五年而已 就是你剩下可以用的领域 常啦 如果你不能活到七十呢 怎么办 或者你已经超过四十三呢 怎么办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要思想的是什么 你要很清楚 不然的话 你就白费你的时间 不然的话 你就浪费你的时间 不然的话 你就过着没有意义的时间 你过着吵闹的时间 你过着败坏破坏的时间 很多人十五十岁才能离婚 浪费的时间 很多人还在那边 还在吞吊玩 浪费的时间 很多人还在浪费的生命 一直长老在那些 那些情感的问题里面 他们在浪费时间 你在做什么 什么是成功 成功 是你想到 那该想的 就是你生命的意义 阿们 今天你还剩七个钟头 你会做什么 那就是意义 你会想 那个最有意义 我如果剩七个钟头 在镜头头 我叫我的孩子们 我的太太 陪在我的身边 我要看他们 看到最后一眼 为什么不现在看 为什么要等到七个钟头的时候 来看一看 看拍下来 看拍下 不要等到七个钟头头才来 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本身 我知道成功 我几时退位 退休 几时退休之后 要做什么 然后 我审自 安排怎么样的人 在教会这几年 要发展怎么样的情况 我答够不答够 我还不知道 但是呢 我已经在努力当中 一分钟也不浪费 然后 我知道怎么样 跟我的家庭在一起 我要死的那一天 我要讲什么话 我都想了 都对了 我都讲什么话 我也想了 各位姐妹 我在手上 我的年日 你呢 你在做什么 在跟老婆想妈 现在的语气 驾车来 就这样 你进门了 所以我的眼睛是什么 我的眼睛是 吵架少一点 很浪费时间 吵架不要超过两个钟头 为什么你吵两个钟头 就浪费两个钟头 你反而相爱多长一点时间 吵架短一点时间 这是我的眼睛 不要去针对和错 不要去在意对和错 享受 那个有意义的事情 不是更好吗 阿们 所以你要懂得享受 想要 你要知道你想 你开想的事情 是什么 这个非常重要 有一个人买一辆车回来 一辆新车 找到一个 在flat楼下 一个很漂亮的抛车 那边有 有这个 有这个什么 天花板挡住 很少人经过 而且很凉爽的地方 她的太太每一次 驾车出门 她都骂了 她的太太 不要轿车出门 那为什么 我买车不驾车 她说你驾走了 人家放 我的家放手 我怎么办 结果这个人 买一辆新车 她不驾 为什么怕人家放手 她每一次出去 叫desi来带她 笨笨 买车做什么 驾车 她买车来转 你知道吗 你笑 她是我们很多时候 常做这样子的事情 很笨的事情 今天你该想的是什么 是你的生命的意义 而不是当事物质 最后如果你要成功的话 你今天要想最需要的什么 最需要的什么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 耶稣继续说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一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 你们这小群的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亲愿意把什么 把国赐给你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调集穷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难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进 从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必在哪里 好 弟兄姐妹 你看 圣经的告诉你们 不是叫我们全部半半所有的 来做不是 不是 他在对一个人讲 什么是你最需要的 你最需要的不是钱 因为这一些物质的东西 都有重组 都不能长久 今天你有的钱 你到底可以拥有多少 以前你住了物质 你到底还可以住多久 以前有这物质的子 你可以加多久 什么东西是你的 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什么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这一些东西他都要加给你 这些物质的东西 对上帝来讲是没有什么的 他几时都可以给我们的 他是条件 你是不是愿意走在他的职业里面 当你有愿意走在他的职业里面的时候 他必将这个国赐给你 而且是加钱便宜 六点位 圣经里面 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 不是我们要放弃所有的 不要假的从今天开始 可以假的 我放我的名字可以 OK 不是这样子 他在告诉你的 你最需要 你必须很清楚你最需要的什么 其实你最需要的就是什么 神的国 大家说神的国 神的国 不是人的国 不是人的国 今天人的国你不能待长远 上帝的国你可以长久的居住 而且享受在里面 永永远远 阿们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努力人的国 对不对 没有错你不可以做懒惰人 因为圣经也说懒惰人不要给他犯 不要给他犯事 他都叫你懒惰 不过你更要投资 大家说投资 投资上帝的国 为什么因为这里是短暂的居住 我就告诉你的命只有七十年 但是在上帝里面 是永恒 什么是永恒 我常常做一个比喻 七十年等于一粒沙 永恒就是在沙滩里面的水 我有沙滩 你丢一粒沙在沙滩里面 你还可以找回你那里沙吗 不能 对不对 什么是永恒 永恒是汪洋大海 什么是你的生命 你什么七十年等于一杯水 一杯水倒进汪洋大海里面 你可以找回那杯水吗 找不回 所以你的短暂的生命 就是这样子 你看透 如果你看透 兄姐妹 你就成功了 所以今天你要想的是 你神的国 而不是人的国 你要投资的是神国 因为神的国永远会不见 人的国就会不见 兄姐妹 今天我要告诉你 什么是成功 成功又很长久了 不是一个数目来的 不是追多少了 或者是得到多少 赚到多少才叫成功 或者达到多少才叫成功 今天就可以成功 如果你明白意义 你明白生命 你明白神的国 你就成功 將来 这也是 这也是 没有 好